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梁晓辉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广场上 今天上午10点半,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在人民大会堂三楼的金色大厅出席记者会 回答中外媒体的提问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两会总理记者会 虽然今天天气的确有点冷 但是也提不过大家参加总理记者会的热情 我现在也是拿到了记者会的请柬 我们一会儿也赶快排队入场吧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 今天上午10点半,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 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在这里出席记者会 并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本次记者会有两个特别之处 首先这将是李强总理的首次记者会 备受瞩目 同时我们从现场的座监也可以看到 四位新当选的国务院副总理 也将一同出席记者会 现在距离记者会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呢 许多中外媒体已经提前到场做好了准备 每年的总理记者会关于经济增长如何 外交问题都会成为记者的必提问题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 李强总理将会怎么回答这些问题 透露出中国发展的哪些信号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绝大部分老百姓 不会天天盯牢 看这个GDP到底增加了多少 大家更在乎的 更关心的一定是自己身边的具体事 民营企业家一定要进一步弘扬 优秀企业家精神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浙江和江苏提出来的 打造的四千精神 走遍千山万水 想尽千番百计 书遍千言万语 吃尽千辛万苦 当时那种毕露蓝驴 披荆掌济的创业精神 是永远需要的 对中国经济的前景 我想用八个字来概括 叫做长风破浪 未来可期 中美可以合作 应该合作 中美合作大有可为 唯独打压 对谁都没好处 我长期在地方工作 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就是坐在办公室 碰到的都是问题 下去调研 看到的全是办法 高手在民间 本次的总理记者会 一共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 回答了共十个问题 涉及本届政府的施政导向 经济发展 民生热点 政府资深建设等等 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 李强总理在答问媒体时 许多话真的非常的接地气 例如谈及经济发展时 总理说 相比GDP 老百姓更在乎的是身边的具体事 谈及改革开放时 他说 吃改革饭 走开放路 谈及民生关切 他说自己也是一位老网民了 还就问起于民这个话题时说 高手在民间 这些话真的十分的接地气 又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也让人看到了本届政府十分务实的施政形象 同时呢 我在现场还注意到 十个问题里 有一半的问题都给了境外媒体 保持了总理记者会的惯例 这一方面显示出 随着我们国家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世界对中国的关注越来越高 越来越期待听到中国的声音 和听到中国的回答 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国越来越开放的透明姿态 以大国的自信回应世界的关切 与世界进行真诚且互动的对话 总理这场记者会也正向外界展示出一个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我比较关注就是港澳方面 因为我们是澳门的电视台 然后现在知道中央政府都是比较支持我们澳门 香港的一些同胞 我们都很感到很安心 这次是总理的首秀 然后我能去提问 我觉得特别开心 所以他在推荐公司的经济 中国变成了第二个大量的经济 中国就是可以帮助世界和平发展 然后共同富裕 现在是中午的时间12点快一刻了 随着这场记者会的结束 2023年的两会时间也正式告一段落 我和我的同事也要马上回去发稿了 明年的两会我们期待与您再次相见